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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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我是Kairo老師 看我影片的 都知道我多數在對面的 056拍片 但最近 我會多點來 034拍片 而在對面 我們叫做Steam床 多點來做對外活動 和課堂上的活動 而這邊的006 就不同了 在我來之前,這裡是一般作為 比賽的準備工作 後來因為用了百萬 去做Major Repair 所以牆和櫃都做得好企理 既然這樣的話 現在我就有個想法 想盡用這間房間 第一個目標就是 擴展它的功用 分為不同的區域 包括了結他製作區域 之外我還想有一個 模型製作區域 數碼音樂製作區域 電腦副作設計 和生產區域 最後就是這個MIDI自動化 原聲樂團區域 要達到這幾個目標 我首先要想想 如何將這裏的 acoustic 改善一些 好像在我後面的結他製作區域 其實已經連結了一些吸音綿 但你聽到這間房間的 復生重量很大 四房發面都要進行改造 所以今天想帶給大家看看 我和我的同學 如何改造這間房間 要減少房間的共鳴 主要是連吸音綿 而吸音綿的剪材很簡單 用剪刀已經可以做到 還有現在售賣的吸音綿 都是自帶黏貼的 所以你絕對可以根據你房間 需要黏貼的面積 自己動手剪材和黏貼 好像現在我展示的 就是我舊學校的錄金室 當時因為吸音綿 所以我和陳Sir 就重新更換 但要提醒一點 吸音綿的作用就是吸音 就絕對不是隔音的 真的要做到隔音效果 就要仿後我背後的雙重玻璃 這樣的做法 但至於吸音綿 怎樣才可以唸得漂亮呢 其實很簡單 只需要有一把水平尺的幫助 每貼一塊之前 先畫好垂直線和水平尺 大家可以看到 駱駱是一個喜歡的女生 只不過學了一會兒 已經可以自己獨力黏上整塊腸了 我看了幾層 對了 OK 是 完成 完成 如果切過這種厚的金字塔式吸音綿 最好是不要用剪刀 用剪刀把刀片移出來 就會更加平整 不過因為切的時候沒有那麼大 有很多安全尺 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切到手指 數碼音樂製作區域 我們很快就黏了整份的黑色牆 而MIDI自動化原聲樂團後面的背景 我們都是用相同的面 不過我們就用紫色和灰色相選 視覺效果都非常好 再在舞台中間放桌 就可以展示我們製作的電腦控制樂器 至於結他製作區域 我們想把做好的結他掛上去 所以用的吸一面就更加高級了 這隻六角的吸一面貴很多 我們選了三種顏色 就是黃色、淺藍、深藍色 隨機地在牆上拼貼 六角形的造型 拼貼就更加容易 連水平尺都不用用 觸覺 你應該是抽出來看 哪裏爭 哪裏欠缺 這裏繼續去 應該怎樣做法 這裏繼續去 這裏繼續去 去到三支館那裏 由於我們真的想要一幅大一點的牆 用來展示同學和老師製作的結他 所以我們把牆一直向右邊延展 剩下的CNC製作區 我們用很大塊的灰色麵就完成了 然後阿楓就和同學一起裝一張 DAW的工作桌 裝好之後 我們就有一個很功能齊全的 電腦音樂製作錄音混音區域 好了,現在這幾邊都連棉了 似乎已經達到分開區域的功用了 至於剩下的是電腦控制的表演台 暫時還未整好 以及這邊的音樂控制工作站 都要設定一下 我相信很快就可以正式運作了 好了,今天我分享到這裏 我是卡路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 我們下個頻道